都说高欢是南北朝版本的曹操,主要是说他有曹操的那种枭雄之志,其实高欢在婚姻大事上和曹操也有很多相似之处,比如说他们都好人妻。 大家好,这里是见识欲金,点个订阅不迷路,使学军为您申巴历史冷知识。 曹操好人妻,那是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少女不是他的菜,嫁过人的女人才对他的胃口, 尤其是靠武力抢来的那种诸如何尽的儿媳妇尹夫人,秦一路的妻子杜夫人,包括张秀的沈娘,高欢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,他的众多妻妾中。 别人的妻子数量只能比曹操多,第一,大耳朱氏,也就是耳朱龙的女儿耳朱英娥,嫁给高欢时已经是三婚了,前两位都是北魏皇帝,第二,小耳朱氏,也就是耳朱赵的女儿, 他原本是北魏贱民皇帝元叶的皇后,第三,韩志辉,他是高欢的初恋,可惜年少的高欢穷苦,被韩家瞧不起,等到高欢发家致富以后,发现韩志辉的丈夫挂了,因此顺利成章帝圆了少年梦,第四,郑大车,大美女一枚,早年是北魏广平王元帝的王妃,元帝贝尔朱龙杀了以后,他便改嫁给了高欢。 后来,还跟高欢的大儿子高成,有一腿,第五,冯娘,他的一婚嫁给了北魏任成王元怡,二婚嫁给了耳朱世荣,高欢灭了耳朱家族后,三婚就嫁给了高欢,第六,李娘,早年是北魏承阳王元帝的王妃,元帝贝尔朱赵杀害后,李娘便嫁给了高欢。 难怪大家都戏称高欢为小曹操,曹操都要自叹不如了,不仅宏图大业和曹操有得一比,就连爱好大家都一样,不过这些二婚,三婚的女子当中,最特殊的,当然还是耳朱婴额,因为她的三任丈夫全都是皇帝。 不仅如此,高欢还是史上唯一公然强奸五位皇后的牛人,高欢攻入夜城时,向周长使游京之游女很艳丽,她抢来做小老婆,游京之活活气死,高欢见俩耳朱皇后容貌可人,口口声声自称下官,然后强行占有大耳朱,小耳朱见状无可奈何,也被迫为甚于高欢,跟着姑母一块取乐,高欢一夜蹂躏几个女子,自不在话下,不仅如此,高欢带大小耳朱后出宫后, 访得任成王妃冯氏,承阳王妃李氏,国色天资,抢带回叶糟蹋,而朱杜律继尔朱天光被她砍头,而朱赵逃到秀荣,高欢一再声讨,而朱赵只带几个骑兵逃脱,爬过赤红岭,都是峭壁,而朱赵下马长啸几声,拔剑沙马,结代玄术吊死,而朱龙的两个儿子,由高欢带回,仍给丰厚的俸禄,是书仔,高欢占据有名的角色女人,有,原配楼昭君,玉酒驴室, 大尔朱英俄,小尔朱氏,上党韩皇后,亦是被高欢强行占有,由是高杨太妃,游京之之女,逢娘,逢子昂之妹,出为为人称王妃,在驾尔朱氏龙,生扶杨公主,汉阳敬怀王,北齐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王朝,天才与精神病并存,北齐总共历世28年,传了六位正式皇帝,还有两位死后追风的挂名皇帝和另外一个背国皇帝, 除了短命的孝昭帝高衍,废帝高英跟幼主高衡以外,其他皇帝基本上都算不上正常人,暴政,淫乱,虐杀,篡权,北齐一半以上时间都是无法可依,皇室更是不断上演夺欺乱伦通间丑剧, 北齐正式建国当时从高杨称帝开始,但是其政权奠基人士高欢,之后,北齐基本在他的儿子们高成,高杨,高衍,高掩,高战掌权中走向灭亡, 北齐开创者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欢,他帅哥一枚,才华横溢,精通厚黑血,早年家境贫寒,在六镇时勾引鲜卑贵族小姐娄昭君,以身相许, 后来参加葛荣六镇起义,又叛变投靠军法尔朱龙,立马飞黄腾达,经过一番权力游戏的勾兑后,他成为北魏晚期的权奸,野心勃勃,后来他毒死北魏皇帝,成为北齐的奠基者, 死后,被他儿子追封为北齐高祖生五皇帝,高欢作为东魏的权臣,在长期的专权执政过程中,被他用拳或耍肩拉上床的高贵女人共计十一人,其中包括一公主,二皇后,三王妃。 其他女人就不计其数,相比之下,原配楼昭君只能算到没有高贵血统的五人之中,柔然公主嫁给高欢那是后话,除尔诸氏估指两皇后之外,高欢进入洛阳集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,疯狂收集贵妇人, 广平王妃正大车,任成王妃逢娘,承阳王妃李娘纷纷登上高欢的大床,是高欢,开创了高氏一族,荒淫无耻的仙河。 高欢的长子高成这人非常有本事,是一个极有政治手腕和较强军事才能,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人,算是兼具开拓和守成能力的合格的王朝接班人。 作为高欢的王世子,他本来足以接下高神伍德伟业,他同时又是一个鲜卑化严重,清理法,好色的狂妄,暴虐之人。 还有一点,他长得极帅,是一个大大的帅哥,可能正因为如此,后来他的第四次蓝陵王高掌公帅德惊人,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,高成22岁时,父亲高欢去世,他迅速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。 两年后,他以大将军兼相国身份,封齐王,并获赞败不明,入朝不屈,建履上殿的书役,可以说是魏籍人臣,正当十年29岁的高成与清信们,开始密谋正式夺取东魏元氏政权的皇位时。 不巧被其自家厨房里负责膳食的家努刺杀,他弟弟高杨席位,其实由于高成死后,高杨是最大的受益者,历史上一直有人怀疑就是高杨安排杀手除掉了他大哥,死后高成被追封为齐文乡皇帝。 高成比高欢更加蛮横放肆,他把当朝天子孝敬帝直接软禁监视起来,孝敬帝不经意间诉苦,被高成听到后,他直接泼口大骂皇帝是狗腿阵,油盐皇帝就跟高家豢养的一条狗差不多,然后又只是吓人,捶了皇帝三拳,当孝敬帝做困兽之斗想挖地道逃脱高成的掌控时,他又理直气壮地去质问皇帝,你为什么想造反,皇帝何须造反,皇帝又能造谁的反,真是华天下之打击。 高成在荒淫好色方面跟他父亲如出一辙,他十四岁时,趁高欢出征之际,于树母郑大车司通,遭到父亲高欢的痛殴,并几乎因此被剥夺王世子之位。 高成看上了河北望族,童宗高前的弟弟高慎美貌的妻子李氏,见面就扑上去试图强奸,李氏一代尽烈,最终逼得高慎以献出战略要地虎劳关投降高欢的死对头与文泰。 此外,高成还逼取薛志之妻原事。 在那东魏宗室公主袁玉怡怡,袁静怡,崔一阔之妻,姐妹高欢死后,他还抢娶了寡居的老爹正妻,柔然如如公主,并生下一个女儿。 其貌不扬的高阳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,但是此前一直被他天才般的哥哥高成的光芒掩盖住了。 23岁时,他接过逝去的哥哥的权杖后,毫不犹豫地废了东魏孝敬皇帝,自立国好旗,史称北旗,高阳后来被视好为齐文宣帝。 北旗开国皇帝高阳被后世称为英雄天子,号称一代英主,他刚即位时重用贤才,减少荣源,肃清励志,而且他善于征战,屡次击败北方的柔然,突厥,气丹,还曾打败南朝的销良政权,拓得至淮南,征伐四克,威震荣夏。 不过他后期常以工业资金,大兴土木,赏费无动,而且有家族纵欲酗酒,残暴滥杀的基因,随着大权统设,高阳开始走向荒淫暴灭,他大哥高成活着时,曾经数次试图奸淫自己老婆李祖娥,所以高阳登基做皇帝后,便报复姓地淫了高成的妻子袁氏。 他为了霸占发妻李皇后的姐姐,大姨子李氏,更无端射死其丈夫为亲王元昂。 并假装前往祭奠,就在元昂陵前把坚屋齐妻,高阳一度还想染指父亲的小老婆耳朱婴儿,耳朱婴儿抵死不从,被他一刀杀死。 另外,高阳酗酒,裸奔,杀人未乐,砍下自己妃嫔的头揣,在怀里参加跟大臣的宴会,还用大腿骨做成琵琶弹唱,鞭打岳母等等,高氏和前朝元氏妇女,不论亲叔,皆被高阳左右奉旨聚众群体奸引,他甚至酒后威胁自己的母亲楼太后,要把他嫁给鲜卑家奴。 高阳不仅生活作风上荒唐淫邪,人也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,他肆无忌惮地施行种种乱伦之事。 而且非常残暴,他将自己的弟弟关起来剁成肉酱,经常穿着女人的衣服在街上闲逛,随意杀掉大臣妻子,鞭打不肯学习自己残暴做派的太子,吓得他得了突发性的精神障碍。 这个间歇性神经病皇帝终于在31岁那年因饮酒过度而暴毙,高阳猝死后其嫡长子高阴即位,他对民生极为关心,曾分派使者巡查四方,访求正式得失,考察风俗,问民几苦,整顿励志,政治清明一时,他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。 但是高阳临终前的托古大臣高阳六帝高眼后来位高权重。 基于折皇位,终于,在一年后高眼发动政变,废高阴为济南王,第二年十七岁的高阴被杀,史称北齐废帝,也就是六叔夺了折的皇帝位,并毫不犹豫地干掉了他。 高氏家族像是有荒淫传统似的,或者干脆就有家族精神分裂症,无法控制自身行为,完全就是个禽兽王朝,书职之间阴谋算计,兄弟之间相互残杀,一个比一个短命,一个比一个疯狂,几乎每一位皇帝都行了通奸,乱伦,绿帽,残暴等种种禽兽之事,都昏庸荒淫,沉溺酒色,自艺,始杀。 搞得百姓流离失所,生灵涂炭,皇族内部也互相算计,谋杀争斗不止,所以北齐王朝在历史上的声誉可以用臭名昭著来形容,简直可以叫做变态王朝,禽兽王朝,高氏家族就是一个人渣家族,疯子家族。